第四球 國有九球 這球是 達成了遭到的三陣 這一局的幾顆外角球 忽然間塞了一個內角偏高的直球 哇這顆球真的是球棒出不去的 中間要來講一些的視線 都在外角的一個 進了一點 忽然間塞了一個內角球 這球直接投得夠精彩 另外一地在走的比賽 最後牛隊8比4來獲勝 現在打起輪到第一隊王的森豪區 前面的三次打擊當中 一保送一安打 八局的下半 這球打成了一個半天後方的界外球 這球打成了一個半天後方的界外球 對他的三陣子打擊 уже 快去的 球出現在形成了一好抽兩塊球 這球打起來 優愛也今天順風能飛多遠 優愛手再推 再推 跳起來 沒有接到 已經接到手套 但又彈了出來這時候 曾豪去跨大步繞過二壘之後 繼續往三壘做推進 這個球真的是差一點點 兩個人來講都是差一點點 曾豪就覺得 再飛一下就出去了 張志豪已經真的很精采 已經追到碰到手套 但是又彈出來 但是這顆球 只能說張志豪今天在外野 對於這種風刺的判斷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 雖然打擊沒有什麼好表現 一定要這時候還要提拔 當然嘛 現在休息一下 但是這個後推的一個 速度的距離是夠快 而且我們看到他就好像 那是有碰到手套的掉出來 跳起來碰到手套又彈出來 因為今天這個位置的球 真的不好找 現在是一出局三六人 打者這時候由石志豪呢 上場來帶打 那今天原本打七棒的洪晨宇呢 三打數是一安打 所以當然也希望張豪群 藉由這幾場的好表現 可以站我們自己在外野這個 先發的角色 至少多一個打擊好手啦 這對藍明哥近期來講 也是很需要的 沒錯 這一球揮棒落空 球出現在形成了兩好球 一壞球 那中華之棒單場安打的紀錄就是五支了 那日本之棒呢是七支 不過只有一個人打成果 這事實上這個要去刷新也太困難 要打七支安打 基本上你得打七次啦 這是先決條件 這是基本條件 這個就已經是 在平時的比賽當中 很不容易看到 除非遇到延長賽等等 像昨天 兩隊打到十局 兩邊的打者 最多會打五次而已 還缺兩次 不要說你要打七次 你根本沒有打七次的機會 那另外日本之棒有 至少有五位選手 是單場打六支 那中華之棒現在就是 下一步就是希望能夠有六支安打 那如果 時間打得長 當然是任何紀錄 其實在各個國家都有機會 在一種真的是很偶然的狀況之下會發生 現在是兩好三換 這球打成一個分類後方的界外球 那日本之棒單場七支安打的紀錄是 效力於當時東極隊的大夏洪 這位也是名將 他在1949年 11月19號 而且他沒有浪費任何一次 他就是七支七 每一次都安打安打安打 然後到最後還是安打 但這真的就只能說這是一種 算是偶然的巧合 對...當然他實力絕對也不錯 但是確實是有很多的機緣巧合 結果打擊的石志文是被三陣 今天羅國華看起來在這一段時間的表現 感覺起來讓牛宮又多一個可用的投手 沒錯 而且他其實從二軍掉上來之後 其實他做中肌的內容 以上都投得還不錯 尤其他的速球的位置 雖然都球速沒有很快 但他進了一點壓得蠻低的 而且當投手他的進了一點壓低的話 對打者來講 就感覺他的速球其實很有偽勁 現在打者輪到被號六十一號的余德龍 余德龍在今年也是很受到球迷媒體的關注的一個新秀的打者 目前為止呢 現階段二十六個打數只有兩支安打 整個出賽當然不是有辦法說很連續讓他出賽或先巴 這個球打到了三壘方向 打得也不理想 遭到了刺殺 結束了這個半局 目前難過呢還是落後有十四分